無論如何都要問Tesla 我想大家最近看到威露的高位插下來 可能核心持倉的信心開始 是否有動搖呢 我想你也沒有動搖 觀眾Jillian 也想問Tesla 其實Tesla也有加注的 穿1988的時候他也有加注 他說他現在平均的成本就有823 究竟Tesla會不會再跟美股插呢 究竟要不要越跌越買呢 他說他就長線投資看好 但現在都開始 即究竟不太清楚買入價 有沒有偏離到股值 那我要Andy分析一下Tesla OK 我先講一個比較 曾經有另外一個anchor 很猜不到的一個答法 我說短期 因為我自己覺得短期 有機會出現東升西降的情況 所以這段時間 可能很短的時間 是比亞迪會拍完Tesla的 東升西降 但是這個就是 我這樣說 在車企上面Tesla 本來都會受為上海的情境 但是因為它復工的時間 的速度是比起市場慢一點 當然有一點拖累 但是我想說Tesla 現在始終受著另外的因素比較多 但是剛才好像家庭觀眾問到的 究竟會不會繼續被美股拖累呢 其實這個很正常是會的 因為始終它們這些都是大cap 就是Apple Microsoft Tesla 這些都是大cap東西 變成指數如果要被人推下去 那些大戶要推下去 大cap東西會一起動的 但是如果見底一上那一刻 又是這堆相片 這個我只可以剛才 由於節目一開始已經分析了很多大事的事情 可能可以參考一下 第二就是其實 現在Tesla被它們影響著的 就是一些不關於外圍因素 自身因素多一些的 其實始終Elon Musk說了很多東西 變成Twitter那件事 桑然現在開始有一點利好的 就是說Elon Musk是打算用SpaceX的股權去買Twitter 甚至又不知道Twitter到底能不能買到 這個情況其實理論上 對Tesla的股價會好一點 少了一種壓力 但是如果大家有留意 昨晚其實Elon Musk很生氣的 因為Tesla被S&P的ESG的指數剔除了出來 但是大家都知道我們好看ESG 其實我們一直都是說 沒有說過Tesla的ESG高分 甚至我們是有說過Tesla的ESG其實不高分的 其實很多新能源東西的ESG是不高分的 因為其實記住 不是所有做新能源東西就代表高分 因為其實ESG的計分不是這樣計算 其實我昨晚都特地問Vicky 我看到你們好像星期三個節目都會講一下她的訪問 其實是講ESG 其實你要看S和G 即是究竟Social和Government 事實上這些位是會被人抽情的 但總之不是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對我們這個不新鮮的 就是我們不覺得它剔除 它應該要值得好像Elemus那樣生氣 但是每一間指數公司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S&P拿出來 不代表Sysynetics有機會覺得它低分的 因為每一間ESG的評分的基準是不同的 甚至我們自己的公司 對怎樣應用ESG的資訊都有些不同的 所以不需要特別去大幅太多篇章去講它 但是想講的第三點 就是其實這段時間Tesla始終的股價 就好像被Bitcoin那些Crypto事件拖著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早前有些Stable Coin就爆了 就變成現在其實幣圈裏面 聽聞都很亂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有少少 藉著這件事 其實它現在這段時間 你見到它和Bitcoin的走勢其實很吻合 其實你見到很多納子都似的 我不是說完全走勢一樣 但是你見到如果那晚Bitcoin做得好 那它們的氣氛又會好些 Bitcoin一不好 Tesla那些又會差些 但是我只是想補充一點 你自己去想究竟有沒有被挫殺 因為其實如果就著它剛剛出的那份年報 它所拿著Bitcoin的數量 我們去對比它去年的全年收入 是2%那麽多 那究竟應不應該這樣被它扯住 我們自己的想法當然會覺得有機會是被挫殺多 是的 我明白的 現在信念一定是會低了 因為你又開始試一些六字頭 是的 那我只可以說 如果要再 我只是這樣說 如果你很多是要再悲的 你一定是 你之後悲的層面 你真的會怕究竟那些Pension會不會倒 就是你要去想 就是再悲一點的情景 我不如直接說 就是你自己看看 可能看看Ray Dalio現在新的那本書 究竟悲觀的情景 你到時覺得股份不是那麽重要的 是的 你會開始去考慮 究竟過去40年的全球流市的升 是否會從此消失 究竟你過去的 大家想過幾十年的一個退休的 全球的退休 會不會出現崩潰 那些 即可能你要想這些 是的 我不是說本書是講這些 但是衍生出來 你是要想的 但是簡單來講 如果不是那麽悲的情景 其實我們真的見到美國這些很多大cap 只要其實不是resection這件事 不是一個結構性出事 你很多錢你會見到 會立即去罵這堆東西 那我覺得如果你是很緊張的 你突然間你原本做開月工 真的受不了 你就算了 你可以容忍自己的 就是可能一個月變兩個月 是的 即你可以用少少這樣去幫自己的心理壓力去走斬 是的 因為始終這個我自己 可能可以用幾個角度去跟大家講 就是我自己 不如這樣 我自己例如MPF那些 那些 我現在這段時間都不算很aggressive 但是反過來 我MPF月工那邊 我就很aggressive 因為真的開始那些東西跌 到我自己開始覺得吸引 縱使我當touchwood要再跌 那你想工的時候 你只想那些東西跌的時候 你才去工的 是的 你下下如果不是 就不斷拉高成本 其實不是那麽划的 是的 那看看這樣幫不幫到你 是的 你建議就是 心理壓力大的話 就唯有拉闊一點 你每一次再加注你的距離 是因為大家 補充一點 大家會看著 究竟大概600 Exactly 這個位置我不是很記得 但是大概650多元 因為之前有些structural product 是出這個fusion位 是的 那究竟大家就是看 究竟會不會打這個struct price 但是sorry 我不是很記得 究竟是650多元 還是680多元 這個我不是很記得 但是我忘記是685 還是6500 是的 都差了幾個 是的 但是那幾元 其實你說那600多元 其實早幾天就試了 是的 大家再留意著 可能這個你當作是一個短期的 防守止涉位置 是的